鹿岗小镇的市场内 在一个乍看之下 并不特别起眼的推车 已经有80年历史 每到用餐时间 老板拿汤勺的手 几乎就没提过 暗红色猪血切成大块 老板连续咬了好几勺 与稀饱汤吃的面线 一起端上桌 小姐 猪血汤来了 哇 好棒喔 这碗猪血汤汤头清澈 一眼便能看清碗底 有嫩 然后也有Q度 很绵 而且没有腥味 清爽 而且又有蒜酥的香味 别小看了这汤头 大骨长时间熬煮 撒了些许的盐提味 更能衬托出猪血本身的香 一口咬下猪血 感受在舌尖回弹 再搭配清爽汤底 这是中南部习惯的老味道 中部的汤头 会稍微清淡一点 配置的话就是会加大腹 然后酸菜 韭菜 同样的猪血搬到北部来 碰撞出不同的口感层次 两个汤勺一撞击 猪血如同嫩豆腐般 铺成两半 因此在台北 猪血还有红豆腐的称号 偏爱传统口味的客人 喜欢沙茶味 蛮够味的 猪血也就是很滑顺 满满一碗都是料 大腸有Q度更衬托猪血的软嫩 过去沙茶汤头口味厚重 甚至还有沾酱区 夹一块猪血沾着酱油辣椒或酸菜 一口吃 熬煮完之后再加一些特制的沙茶 北部早期都是用沙茶熬底 汤头就比较浓郁 猪血可能比较滑嫩 比较软 相较于中南部 汤底清淡 猪血Q弹 北部从沙茶汤底发展出麻油泡菜 多种选择猪血软嫩 常见的铜板汤品一比较才知道 南北的滋味大不同